我是2022年12号到达了北京 因为仍受了长达29年的被压迫被剥歇 我想去看看北京 到达北京之后发现北京历史底蕴很丰富 六朝古兜 加上现在七个土匪窝 死人很多 就在我不演祝堂的一个伟人 说来也巧我他是同乡 都是泽子辈的 一个地方玩大了 他玩到北京来了 我也玩到北京来了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聊 两眼泪汪汪 我和老毛主席见了一面 我哭泣着诉说 毛主席我被一群毒匪绑架了 毛主席说 是老邦他非绑架的你 是老邦土匪绑架的你 我说 姜土土胡土土习土土 毛主席笑着说 那你就是眼智 那你就是人智 我说毛主席真英明一说就准 一看毛主席一身清清爽爽 白里透红 我换了个人 会发生了一天 有一个人